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用胡萝卜做一道鹽脂糕口感好的家常菜 首先把萝卜洗净之后切成薄片 放在壁子中 水开之后上锅盖上盖子大火蒸熟 接着我们在碗中放一勺淀粉半勺盐 再加一点点的清水稀释一下 然后往碗中打入是个好看的鸡蛋 再加一勺料酒去腥 用筷子搅拌均匀 把鸡蛋充分的搅散 再一步尽量要多搅拌一会儿 放一旁备用 胡萝卜蒸熟之后取出来 趁着这一锅的热水加半勺盐半勺油 准备两把菠菜洗净之后放进锅中 加盐和油可以使超过水的菠菜颜色依然比率 烫熟之后把它加出沥干水分 放在漏篮中控一下水 把胡萝卜放进大碗中 把它压碎 压得越细腻越好 然后放在一旁晾凉备用 平底锅预热 倒入适量的鸡蛋液 把它摇晃均匀 底部定型之后 给它翻一个面 再烫十秒钟 然后把它放在案板上 上面铺上一层胡萝卜泥 全部涂抹均匀之后 把菠菜离干水分放在上面 穷一头把它卷起来 再斜刀切成小块 接下来我们在碗中放一勺蒜末 一勺葱花 半勺盐 半勺白糖 一勺辣椒油 一大勺的生抽 一大勺的香醋 最后再加入一勺香油 用筷子搅拌均匀 把鸡蛋卷均匀地摆在盘子的周围 馅料放在盘子的中间 一道营养美味的家常菜 就做好了 鸡蛋胡萝卜还有菠菜 这样做出来的美食 口感非常的好 而且营养也很丰富 吃的时候我们蘸上调好的料汁 真的比大鱼大肉还要美味 还要受欢迎 马上就要过年了 在过年的饭桌上来上一盘 招待客人备有面子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做吧 我是橘子姐 每天分享懒人半食谱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